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,美国便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封锁和制裁,还拉着盟友一起鼓励俄罗斯。 这虽然不可能让俄罗斯伤筋动骨,但是长期孤懸在外。 对俄罗斯的外部环境,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 近期为打破美国的孤立,俄罗斯主动在非洲出手,企图打破这种封锁,它能成功吗? 据俄罗斯媒体的最新报道,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埃及首都开罗,并与埃及外长舒凯利会面,会谈内容涉及俄乌局势、地区安全问题、俄安两国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。 而从俄方公布的行程来看,埃及只是拉夫罗夫的第一站,接下来他还将去埃塞俄比亚、乌干达、刚果三国。 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,俄罗斯高级别外交官第一次出访非洲,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。 然而奇怪的是,迄今为止互联网上还没有相关的新闻照片。 各大媒体对这样重大的外交访问,也只有文字描述,而且大多语言不详。 这是相当不正常的情况。 外交访问具有对等原则,在街机、会谈对象和新闻报道上都有严格的要求。 拉夫罗夫作为俄罗斯外长访问埃及,埃及外交部起码要派出副部长级别的官员阶级。 随后还有一大堆礼仪性的工作,为何相关照片一概没有? 这么长的一段流程,不可能所有记者全都错过。 难道拉夫罗夫此番前往非洲时秘密访问,不愿意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? 真相实际上令人打跌眼镜。 就在拉夫罗夫抵达非洲不久后,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,在社交媒体上揭露了这一谜底,美国外交官埃格祈求这四国的官员不要与拉夫罗夫合影,防止俄方将合影作为没有被孤立的证据。 如果扎哈罗瓦不提这件事,恐怕我们难以想象,这背后竟然是美国在作祟。 堂堂一个超级大国,居然行此下作之事,实在令人无法理解他们背后的逻辑。 难道不让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拉夫罗夫合影就能成功孤立俄罗斯了? 自从俄乌战事开打,美国便不断呼吁各国与俄罗斯切割。 但是也没有几个真正想因美国号召的布林肯又何来抵气,大于在非洲和俄罗斯玩这一套。 更何况美国作为一个大国,起码要有点操守吧,这种小家子气的举动说出去实在丢脸。 当然美国的要求非洲国家是不太敢违背的,我们可以对美国应激到底。 这些国家没有这个资本。 事实我们都知道了,埃及的确没有公布与拉夫罗夫的合影,算是给了美国一个面子。 但拉夫罗夫此番前来非洲,不适合美国玩这种无聊的小把戏的,行驾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 从拉夫罗夫在非洲访问期间的言谈来看,他已经找到了这些非洲国家的痛点。 拉拢这些国家只是世间问题。 非洲当下的痛点是什么? 毫无疑问是粮食。 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,俄乌两大粮食出口国均受较大影响。 乌克兰粮食在过去几个月,几经鱼烂在仓库里,而俄罗斯粮食则因为美国的制裁出口不畅。 许多国家迫于美国的盈威不敢购买。 这种情况下全球粮食价格能不上涨吗? 关于粮价上涨有一个很贴切的论断,即如果粮食只够满足90%的人的需要,那么粮价将会涨到剩下10%的人,彻底负担不起为止,人是不能不吃饭的。 一手促成了粮价上涨的欧美可以置身事外,因为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,都是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,不差买粮食的这点钱,甚至美国自己就是一个粮食出口国。 而非洲国家本就较为贫穷,不少还依赖着联合国的援助,又何来能力承担这一风险呢? 更何况这些非洲国家本国的粮食产量普遍较为低下,主要依靠粮食进口过活。 俄罗斯是目前唯一能满足非洲粮食需求的国家。 从拉夫罗夫选定访问的四国来看,俄罗斯明显已经想到了这一步。 埃及大约有80%的小麦,需要从外界进口,当下已处于粮食短缺的边界线。 国内争强小麦的事件率坚不鲜,本月乌干达东北部有超过200人死于饥饿。 联合国数据统计称,乌干达超过50万人面临饥饿威胁,剩下的两国粮食也都不能自己。 在救命粮面前,这些国家会选择站在哪一方,似乎已经不用言说了。 美国固然可以凭借其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左右趋势,但是现在各国饭都吃不饱了。 谁还管美国的秋后算账? 埃及外长舒凯利和拉夫罗夫会谈室就表示,俄乌局势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。 埃方强调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俄乌冲突的重要性。 期待在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,继续与俄罗斯密切合作。 这番话就差把我们支持俄罗斯写在脸上了。 拉夫罗夫则赞扬了非洲国家,在不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时所采取的独立道路。 他表示我们知道,非洲国家不赞成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占领高点,将单击世界秩序,强加给国际社会的企图。 从这一点出发,我们便不能发现,拉夫罗夫此行访问非洲四国的目的,那就是拿粮食换制池。 在非洲归美国下班子,俄罗斯总是善于把受伤不多地排打出绝佳的效果,当下俄罗斯能够拿得出手的其实就两样。 武力和资源,武力用在乌克兰身上,资源则把欧洲诸国牢牢绑钉在了自己身上。 就目前情况来看,俄罗斯这一做法基本上可以实现其预定目标。 美国在非洲布局已久,投入的资源也不可谓不多,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非洲司令部,用于统下非洲地区的美军行动。 但是近几年美国全球布局的窟窿越来越大,对于非洲地区的关注并没有以前那么多,否则俄罗斯拉拢非洲国家的行动,根本就不可能成功。 因为美国也有充足的粮食,可以供应这几个国家。 现今俄罗斯主动提出粮食换支持的号召,相信这几个国家没有为美国守洁的理由。 这也是未来美俄关系的一个趋势。 近半年的时间,俄罗斯已经从美国的孤立与封锁中走了出来,开始从外部环境着手减轻自己的压力。 三、四月份是美国保持攻势,不光将俄罗斯提出了全球支付系统,令俄罗斯不能用美元或欧元进行贸易,还积极援助了战场上的乌军。 一时间俄罗斯不光在战场上没什么好消息,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依靠。 但俄罗斯目前已然翻过了这座山,战争越打越顺手。 美国组织起的小团体接连因资源问题分崩离析,现在俄罗斯又把精力放在了非洲上。 企图在非洲给美国施加压力,不得不说这是一不妙期。 作为对比,我们可以拿拜登中东形成当例子。 拜登此次中东之行除了在以色列达成预定成果之外,沙特、埃及、越旦等国。 几乎都只是和美国礼仪性的客套一下,尤其是这次出访的重头戏,要求沙特增产石油。 也基本上落空,沙特不同意立即增产。 拜登结束行程之后国际优价反倒上升了1.7%,市场用自己的黑色幽默证明了拜登此举的失败。 至于未来俄罗斯将在非洲有怎样的布局,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。 真正的问题是,美国愿意在非洲和俄罗斯掰手腕吗? 俄罗斯拿出真金白银来援助非洲,美国跟还是不跟? 实来天地皆同利,运去英雄不自由,美国究竟还有没有一虎白银的能力? 这次拉夫罗夫出访非洲就是一场考验。 光用静止合影这种小套路,实难服装。